這次的新冠病毒到底是怎麼來的 從第一起的這一個案例又是誰 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真正的釐清清楚 那麼大陸的學者開始提到了說 在武漢有一個疾控中心的實驗室 他認為從疾控中心的實驗室 出來的機率反而是比較大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疑慮 美國參議員柯頓說實驗室出來的 美國基因學家詹姆斯說 實驗室出來的消息一支不斷 究竟是不是實驗室出來的 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說是華南海鮮市場 可是很多的學者就是不相信 好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叫孝波濤 他居然寫了一篇報告說 移至武漢疾控中心 實驗室洩漏出來的 記不記得我在國民大會講 絕對不會是批負實驗室出來的 因為批負實驗室 非常的SOP 非常好 很可能是他旁邊的一個實驗室 流出來的就是疾控中心實驗室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在國民大會上 講這件事情的 所以你覺得孝波濤會不會是聽了你講的 好 我先跟你講 三點大家一定聽 第一個 地緣關係 5萬疾控實驗室 距華南海林市場280公尺 這麼近 好近 走路兩分鐘就到了 對 地緣關係有了 第二件事情 這個P4反而距離32公里 反而遠 對 很遠 這個等於是台北到新竹 對 所以它的機會太小 第二個 要有嫌疑犯 這個連WHO都說了 它的嫌疑犯是橘頭符 我告訴你武漢有沒有橘頭符 沒有 距武漢最近的橘頭 發生橘頭900公里之外 所以怎麼會是橘頭符呢 橘頭符飛不過去 飛不過去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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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發覺武漢疾控中心裡面 有605隻的蝙蝠 裡面有橘頭符 反而是華南海鮮市場 根本沒有橘頭符 沒有橘頭符 所以嫌疑犯 橘頭符居然在武漢疾控中心 的實驗室裡面 好了 第三個 前科 我們要看這邊有沒有前科 注意看 原來這個實驗室 在2017年將蝙蝠的血液 噴到實驗人員身上 不小心的還是故意的 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 2019年將料液噴灑在實驗人員身上 這也是不小心的 這也是不小心的 但你有過兩次不小心的前科了 你有沒有可能把沾染病毒的衣服 或病毒樣品流動至華南海鮮市場 就這裡面可能接觸到了 對 所以我告訴你 地緣關係又緊又有閒醫犯 唯業閒醫犯在你裡面 又有兩次前科 所以現在武漢疾病中心 泄露出來的機會大增了 我跟你講 所以習近平突然之間 在最近講了一句話 他說要儘快推動生活安全法 為什麼推動生活安全法 生活安全法要管什麼 就我跟你講 生活安全法 管實驗室的所有SOP流程 就建立一套法律 怎麼樣處理廢棄物 怎麼樣連怎麼樣 生活安全法裡面 連怎麼穿戴都有一定的規範 怎麼進實驗室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好 還有一個 把生活安全管理 納入國家體系裡面 好 我現在最後一定要跟大家講 現在整個社會上 對於P4實驗室 跟武漢疾管中心實驗室 混淆不清 弄不清楚 這個實驗室是P3的 所以它的那個門禁管制 比較低一點 P4門禁管制很高 鳳馨 我考你一下 臺灣的疾控中心 有沒有P3實驗室 我不知道 在南港嗎 南港昆陽 對 就南港那一個 對 南港那個有疾控中心 不是南港那一個 2003年SARS發生之後 疾管中心跟中科院生醫中心 立即密切花六年時間 又在南港研究院路二段 建了臺灣第二個P4 P3實驗室 我有印象那個時候李遠哲 為了要那個地跟國防部討論了很久 對 沒錯 2009年我們就有了第二個P3實驗室 所以我們臺灣一個P4實驗室在三峽 兩個P3實驗室是疾管中心 放心 我們的安全無疑都在南港 所以這一次是不是武漢疾控中心的實驗室 露出來的現在充滿了重大的疑問 好 為什麼要去追查來源 因為你如果不追查來源的話 你其實沒有辦法真正的去釐清 它是傳播途徑是如何傳播的 你就不可能防止下一次 所以最近習近平他這個要求說 要把生物安全法納入國家體系 然後把微生物 病毒 實驗管理 要全部標準化 看起來確實也覺得這個源頭 是有蹊蹺的 對 我覺得這一次 大家都希望知道說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連WHO到現在 其實也都還沒有知道 那個路徑到底清楚是什麼 之前大家傳出來是野味 就是說可能吃了很多野生的 包括蝙蝠 然後導致感染 那當然今天有新的一個路徑 就是說如果是實驗室 可能他人員不小心打翻了 裡面的血液或東西 然後他又去逛市場 在市場裡面 又把這個東西傳染擴散出去 然後導致現在大規模的 這樣子的一個傳染的話 那我覺得的確 中國大陸要抓緊 是不是這個 如果是的話 習近平所講的這個 生物安全法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因為以大陸他現在 他的這個國力 他如果大量去發展 在實驗室裡面 做各式各樣的做一些測試 那你又管控的不好 萬一都是因為這個SOP沒有到位 然後感染人員 把這個感染源 又帶出去 從實驗室帶到外面去 過去我們看過那種災難電影 有一些就是從實驗室裡面 就是發出去的 因為一開始可能只是想說 我要去研究 這個東西會不會造成人類疾病 那一不小心的話 你可能反而就造成了 真正的大流行 對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他現在作為 這個世界第二大國 他當然有責任 如果是因為人員的疏失 而導致 你看現在其實是全世界 台灣 日本 鄰近國家 大家通通都遭殃了 那這個當然要找出來 如果是的話 那這個怎麼樣去改善 這變成是中國大陸很大的課題 但是我覺得大陸吃野味這件事情 也真的該禁止了 因為大陸現在養的這一些 已經夠吃了 我覺得真的要改變那個習慣 這個如果可以斷絕掉 你實驗室這邊管理好 我覺得未來可不可以遇見 就是新的新興傳染疾病 不要再從大陸這邊出來 不過馬老師一直認為 從一開始他認為 就不可能制裁P4 他認為其實是來自於 P3級的實驗室 那就是疾控中心的實驗室 不過到目前為止 有關於P4這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 相關傳言到現在是不斷的 現在在中國大陸自己就傳了說 其實第一個病人 這個0號病人叫做黃燕玲 說這個黃燕玲 他在武漢病毒研究所 工作過就是他造成了 第一次的感染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傳言 先來跟各位談一下 其實0號的病人為什麼那麼重要 很多人一定看過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叫危機總動員 危機總動員當病擴散的過程當中 他們在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要去找源頭 為什麼 因為源頭它就有所謂的病毒碼 這個病毒碼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後面其他第一個病毒 他怎麼演化 然後再來第一個0號病人 他的潛伏期多久 他的傳染的過程 他到底是吃了什麼東西 還是真的是被蝙蝠的尿噴到 或者是做實驗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對於傳染病的一個認知 傳染的一個所謂的研究過程 這個都非常非常重要 而最近就傳出了一個訊息是 中國大陸有一位研究員 先跟各位報告他是研究員 他在2015年畢業完之後 他就到了武漢的一個生物中心 他就去做服務 然後服務完之後 市場就紛紛 現在整個中國的網民 全世界都在說 說他是不是就是 所謂的一個0號的病人 中國當然說沒有沒有 他已經完全康復了 而且他現在已經沒有 在這個地方上班了 但是我們看最左邊那個 黃燕玲的個資 請各位去注意到 所有的研究員都有照片 都有姓名 可是到了黃燕玲這個地方 他就變成了空白了 然後目前來看的話 黃燕玲他的本尊 也從來都沒有現身過 雖然中國他說來到這個地方 他已經 第一個他沒有在這個地方工作了 而且他也已經過去 他現在他也是康復的 但現在對其他人 最難過的地方就是說 中國其實在過去這段期間 因為他們的武漢病毒 很多人生病完之後 是沒有經過所謂的病題解剖 就直接火葬了 火葬完之後 這個數字要怎麼去追 所以到現在0號的病人 他下落不明 但是我們來看石正麗 石正麗之前在前兩個禮拜 是全世界的苗頭都指向了他 就是說是他 第一個 很多人說是他在核成病毒 他是他把這個病毒 給做研究出來的 但是目前石正麗說 怎麼可能 這個一看就是小新聞 所有的研究生 沒有一個人被病毒感染過 我們是零感染的 但是現在對中國來說 最大最大的一個困惑就是 就過去十多年前的一個電影 他就告訴我們 第一個感染的病毒是最重要的 現在首發病例當中 血清 疫苗 目前的治療方式 當然很多人都在往前走當中 但是目前這個0號病人 下落不明還是找不到 所以到底是疾控中心 還是T4還是華南海線市場 其實這個釐清對於 我們了解這個病毒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網路上為什麼會傳這麼多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過名譽 現在湖北的災情 那麼樣的慘重 其實跟他們的醫療資源 幾乎耗盡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說武漢病毒的新聞出來 大家只會歌功頌德 就說這個醫院蓋得多快 多多多這樣子 但事實上就是這個爆了出來 就是大陸一個非常知名的 湖北的一個導演叫長凱 長凱他在這個14號的時候 不幸病逝 享年55歲非常的年輕 那他也這個 他爆出來是說 他之前最主要是他父親先染病 他染病之後 都找不到醫院來把他收容救治 最後沒辦法 只好把他父親就接回家 就接回家之後 包括他的母親 他的姐姐 還有包括他自己都染病 還有他的太太 現在他的這個父母跟姐姐 還有包括他自己 都先後17天之內過世了4個人 他太太現在還在家戶病房 只剩他兒子 兒子因為在英國 所以幸免於難 那他友人 就把這個長凱最後的遺言 給他公佈出來 就上面就寫說 長凱自己又很感嘆的說 他輾轉去諸家醫院 哀求哭拜 怎奈未卑言卿 所以床未難密 這是長凱 現在網傳說長凱的一個遺言 那你看 連一個知名導演都說自己 未卑言卿 床未諸未難求 那你說其他的人 他們要怎麼樣的 能夠來找到這個病床的救治 所以這個很多的網友 就針對長凱這樣子 一家四口病逝的這個案例 就只好說是 亡於政治 死於欺瞞 好 那不只 其實除了長凱之外 現在最讓人擔心是醫護人員 是 因為長凱他是得不到醫療救治 他們一家四口 可是醫院院長 我們很難想像他沒有得到救治 可是第一位的醫院院長 今天早上10點半也過世了 對 他是武昌醫院的院長 叫劉志明 今天上午10點半過世 這個也是非常年輕 享年50歲 而且他為什麼備受關注 他是第一個 在前線犧牲的醫院的院長級 所以大家都會擔心說 你連醫院的院長都沒有辦法救活 你會不會擔心第一個是院內的感染 但是這個案例更令人覺得 有引發爭議的部分是說 他其實院方都已經出來證實說 這個劉志明已經過世 可是偏偏這個中國的一個視頻 又出來訪問了這個劉志明的太太 他太太就說 沒有啊 這個劉志明還沒有過世 他裝葉克膜在搶救當中 奇怪 院方都已經證實院長過世了 你現在還找了一個太太 來拍這樣的視頻 所以王佑就說 那你這根本就是李文亮的翻版 李文亮大家印象還記得 明明他就是已經過世了 但是中國大陸還偏偏就是說 裝葉克膜在搶救 是沒有必要做這樣子的 一個美化的欺瞞 所以大家說這個是李文亮的 一個翻版 不過話說回來 講到說這個院長 院長醫護人員的安危 大家也很擔心 現在公佈了一個數字 說中國大陸目前有 1716名的醫護人員確診 而且這個醫護人員 現在有跟他 也有傳出說他們都寫好了遺囑 而且院方有跟他講 如果你不幸過世的話 我們就把你當成烈士 把你們送進這個 但是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想 只是說覺得說 寫遺書這件事情 感覺很悲壯 另外還有1303名的疑似病例 這都是疾管中心公佈的 所以大家會擔心說 你連醫護人員都這樣子 這麼多的人數的感染 而且加上中國的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7.2萬了 絕對不會像說今天的這個 世衛秘書長說 這個不算大流行 大家不要緊張過度 這樣子沒完沒了 這個譚德賽的發言 今天就引發公憤了 不過我覺得就是 醫護人員其實真的就是 高風險之群 所以這就是要為所有的 醫護人員加油的地方 我覺得不只是在 中國大陸武漢 還有包括了台灣 其實所有的醫護人員 都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不過中國大陸現在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災禍 在等著它 那就是蝗災 可是這些蝗蟲 中國大陸現在 好像很正面的來看待 覺得這反而是一個機會 怎麼會這樣呢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再見囉 再見囉